可现在他们才知道 之所以他们能够如此轻易地扛住魔族第二波攻势 最主要的原因是魔族将兵力都集中在了第七神国 那个本应该是七国之中最为弱小的第七神国 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有落败 对于第一神国的众人而言 简直比奇迹还奇迹 即使换作是第一神国 到了现在也早已经兵败了吧 所有人都看向了夜晨 他们知道第七神国之所以如此顽强 之所以能够面对三百万魔族 只成如此之久 都是因为眼前的这名男子的存在 一个以异己之力挽救了整个世界的男人 夜晨却是神色淡淡 对着众人点点头 常见一指下方战场道 诸位 杀 伴随着这一声号令 这大军瞬间向着战场厮杀而去 其中冲在最前方 气势最为强大的自然就是夜晨 战场上的众多魔族 看着神兵天将的众人都杀眼了 彻底杀眼了 在感知到天魔降临之时 夜晨便联系好了第一神国的月柔 欧阳西 钟祈轩 宋金义等人 他早就料到 第二波进攻 魔皇会将大部分的兵力 集中在第七神国 换言之 这必然会减弱对其他几大神国的攻势 夜晨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冷笑 在过去 各大神国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 自顾无暇 根本不会理会其他神国的存亡的 想必 魔皇也没有料到 第七神国与第一神国竟然会联手吧 他看着那魔族大军眼神愈发地冰冷起来 如此多的天魔 他一个人杀 即使速度再快 也要花上一些时间的 这一点点时间 可能就会造成无数神国战士的死亡 可如今 有了这第一神国的精英相助 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钟祁轩一闪身 出现在了龙天飞的身旁 对着龙天飞微微一笑 随即溅出 两名天神镜强者联手之下 那数十名强大魔族的攻势 瞬间为之融化 而当钟祁轩与龙天飞 将这数十名魔族斩杀殆尽之时 覆魔山上的战斗也结束了 夜晨带领着第一神国的援军 瞬间收割了在场每一个魔族的生命 此时 夜晨立于浮魔山的山巅之上 浑身已经被魔族的鲜血染成了紫色 一缕阳光突破乌云的猥琐 洒落在夜晨的身上 无数的战士强者 看向那立于山巅 神色有些淡漠的青年 莫名地一阵感动在心中泛起 这一战 神国灵武一方再次告诫 而且还是大获全胜 虽然即便如此 也牺牲了一部分神国之人 但却是以如此小的数量 生生剿灭了这么多个体实力 远远强于己方的域外魔族啊 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 都是因为有它的存在 从此 七大神国都流传了一个传说 一个关于战神的传说 战神的名字叫做夜晨 夜晨身处浮魔殿之中 盘膝而坐 在他的身前 是一柄漆黑长剑 煞剑 突然之间 煞剑之上光芒一闪 无数道紫光 宛若诸天星辰一般 围绕着夜晨不断旋转 那竟是一枚枚子消失 就连夜晨看到这一幕 都是不禁眼中喜色狂闪 这是足足八万多枚子消失啊 这一次 魔族入侵不禁数量上 是上一次入侵的十倍 同时魔族整体的质量 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因此 歼灭了魔族之后 夜晨便足足收获了 八万多枚子消失 连夜晨都有些无法想象 将这些紫消失 彻底吸收之后 会发生什么了 可此刻 夜晨却有些犹豫了起来 一次性吸收 如此多的紫消失 是有风险的 什么风险呢 这么多的紫消失 很可能直接 让夜晨突破境界了 而在闭关之时 突破境界 夜晨有可能无法保证 在魔族第三次之前 及时出关呢 这时 煞剑之中传来了 玄寒玉的声音道 夜晨 吸收吧 玉外天魔的魔皇 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你只有突破 才能确保拥有一战之力 夜晨闻言 目中金光一闪点了点头 当即 夜晨不再浪费时间 双目一臂 开始运转功法 距离第三次魔族入侵 以及世事大会的时间 应该也不远了 他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用来提升实力 魔皇 绝不是一个 能够轻易对付的敌人 一枚枚紫消石 宛若飞蛾扑火一般 融入了夜晨的体内 而夜晨的气息 也在不断地增强着 域外魔宫 一名身躯高大 充斥无上威严的魔族 正站在殿前 而此刻 他是唯一站着的魔族 一道道紫色的身影 不论气息强弱 无一例外地 跪在这名魔族的身前 扶手并且神色 极为极为的恭敬 整个域外 只有魔皇 能够让极傲不逊的 万众添魔扶手 这魔皇的模样 却与一般的魔族 截然不同 普通魔族 都是紫色皮肤 而魔皇 则是通体血红 不仅如此 魔皇头顶 伸着一对长脚 身后背负着虚影 同时 肩膀背脊之上 还有根根道刺 这魔皇 竟是将 种种魔族 高阶血脉 给予一身 魔皇的血脉 确实强大 是域外天魔一族 千亿年难得一见的 极致血脉 但真正让这些 域外天魔 发自内心沉浮的 却不仅仅是 魔皇的血脉 还有那一身 血红的肤色 为什么 因为在魔族的传说中 那是只有突破 域外天魔一族之极致 成为传说之中的 无极真魔 才能拥有的特征 同时也意味着 这名魔族 成功突破了 至高之境 魔无天 双手暴毙 冷冷地俯视着 身前的众魔 开口道 一群废物 若下一次 还是如此败局 我会亲手 将你们扼杀 众魔文言 都是不禁身躯一颤 魔无天 向来是言出法随 他说死 那就一定会杀 几乎没有例外 可是在场的魔族 这是魔族残存的 所有战力了 剩下的魔族 要么血脉太低 要么境界太差 实力不济 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 可根据之前那些 牺牲的魔族战士 传回的消息 人族夜晨带领的抵抗军 可没有那么多呀 要怎么赢 唯一的办法 就是彻底击败了抵抗军之后 在入侵的神国 展开大屠杀 所以下一战 他们必须胜利 而且还得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 一下子 所有魔族的子谋之中 都涌动起了无比嗜血的光芒 这时 一名与一般魔族不同 双目纯黑 并且没有眼白的魔族 对着魔无天问道 陛下 这次进攻 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要如何分配战力 魔无天沉声道 等最佳时机 我相信那夜晨的仇敌 不光我们一个 待到时间成熟 所有人全力进攻 第七神国 众魔文言都是一愣 陛下这是要破釜沉舟 不灭第七神国 誓不把休了 魔族 为什么每次都要同时入侵 七大神国 而不是集中力量 先将其中之一攻破呢 这是因为 不给各大神国 修补域外封印的机会 魔族每次入侵 都会在域外 与各大神国的交界之处 两族在这里发生激烈战斗 将会使域外封印 不断破损难以修复 可集中攻击第七神国 就不一样了 若是在他们侵略 第七神国与灵武大陆期间 其他几大神国 彻底切断了 与第七神国的联系 将第七神国 与灵武大陆 放逐到域外 并且将域外封印 成功修补的话 那么他们想要再次入侵 其他几大神国 就是千难万难了 那时候 又要花费无数的时间 来消磨那域外封印 才有机会再次入侵 当然 各大神国真的这么做 也就等于是牺牲了 第七神国与灵武大陆上的无数生灵 来换取其他几大神国的安全了 此刻 域外那血红的天空之中 骤然电闪雷鸣 魔无天看了一眼天空 大喝道 全部滚下去 我要闭关一阵 那万种魔族文言纷纷道 是 第一神国 神盟之中的大殿内 此时坐着树道身影 这些人是各大神国的志强者 守护者 神盟盟主 他们似乎正在商议着什么 宋金义凝视着众人的面庞 开口道 根据叶臣的估计 下一次魔族入侵 很可能会将全部兵力 倾注在第七神国之上 各大神国之人文言都是一愣 随即 取代封少宇 成为第二神国志强的李明言 目光闪动地开口道 宋兄 这叶公子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魔族如何用兵 他不可能知道吧 现在任何事都是要讲证据的 众人都是点了点头 不错 叶臣的强大 他们都有所耳闻 可强不强 也不能为不先知吧 宋金义一笑道 诸位不觉得 这几次魔族的攻势太弱了 太容易抵挡了吗 这些各大神国志强 都是不禁神色一宁 确实 这几次魔族的进攻 和传闻之中的 全然不同啊 宋金义道 这是因为魔族 将兵力集中在了 对第七神国的进攻之上 所以才疏于 对其他六大神国的进攻 李明言文言 却是颇为不懈地冷笑道 将兵力集中在第七神国 宋兄 你不要开玩笑了 若是那样的话 第七神国早就被魔族侵占了吧 我知道 叶辰很强 但对抗天魔可不是单挑啊 第七神国的总体实力 根本无法与我等相提并论的 怎么可能撑过魔族的集中攻击呢 我应该不会撑到到哪里了 我应该不会撑到哪里了 你会被神开架的 我应该不会撑到哪里了 我应该不会撑到哪里了